賀族幫派成員以暴力討債委員 並追查在於本市經營賭博 網路賭博的不法分子 而淨化本市的社會治安 本局在9月21號到20號共同五天 配合警政署共同來執行 全國獨部的掃爲使動 及全國掃蕩地下城中的專欄 在掃蕩黑幫部分執行的期間 本局由刑事檢查大隊及各分局 來針對轄擊的重點的幫派組合成員 來做系統性的掃黑 全力掃蕩黑幫 在掃蕩檢數的當中 我們這支的成效有實名置評 得目標來查記到案 同時逮捕他的成員有46個 不法的經由有27萬多元 在掃蕩地下錢莊部分 我們檢數有21件42人 不法的經由達有127萬多元 同時查獲賓士汽車車輛為故 在這次專案的期間 我們查獲了掃蕩黑的實踐制品當中內 我們分別有網路前輔延伸的暴力討債 跟地下錢莊的暴力討債 另外還有幫派組合成員射擊街頭的暴力 以及谷歌勒斯的口惡取材等四種案例 這四種案例顯示本局 對於組織暴力的 不管是從事以任何形態的犯罪行為 本局都是秉持強勢的 偵辦作為徹底的來挖掘 絕對不會因為疫情的期間 對治安的羅索來鬆懈 在這裡本局再次重申 我們基於防治安無疫情 掃蕩不打油的原則之下 強勢執法來維護本市的治安 提供市民一個安心的生活環境 那在這四個案內的當中 四個個案裡面 本局會由各查契的問題的偵查隊長 依序來向各位做一個細節的報告 可以嗎